每年大学兴盛在入学前后呢 通常会选择购入一台笔记本电脑 用于学习和余了 虽然大家手机啊都玩得很溜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达 反而让很多学生党对电脑比较陌生 那么如何选择一台可以使用四五年的笔记本电脑呢 今天老闪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我的话呢首先会排除掉苹果的Mac系统 只推荐兼容Windows系统的电脑 这个时候可能立马就会有人反对了 他也许会说 你看我的手机是iPhone耳机那是Apple X 连手表呢都是Apple Watch 凑个全家桶它不香嘛 嗯其实我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你并不知道 大学期间所使用的专业软件和工具插件 是否兼容Mac系统 除非你明确知道 用一台MacBook都能搞得定 毕竟在国内 绝大部分学校和专业的主流软件环境 肯定是Windows的生态 近些年来网络上谈及各类 平板笔记本电脑总理 不开一个名次那就是生产力 可能数码媒体视频博主平常接触的 都是视频剪辑 平面设计 办公相关的工作需求 某些语境下呢会展化生产力的概念 那部分文科艺术专业呢 也比较符合这个范畴 我们熟悉的Office Adobe系列软件 Blend Cinema 4D等都多系统兼容 但实际上电脑所设计到的生产力领域呢 要宽广得多 很多工科专业需要用到特殊的行业软件 很多呢也持有Windows系统版本 像天气工程 汽车设计 机械工程 建筑设计 土木工程的一般都有B学的专业软件 我也只是听闻过这些软件 实际上并不会用 如果有工科专业的小伙伴 看到这里 欢迎补充下各类专业软件 让大家长长见识呗 相较于苹果笔记本 兼容Windows或Linux等 开源系统的笔记本 选择面角广得多 有各大品牌提供设计风格多样 配置丰富的笔记本电脑 总有一款适合你 如果你买电脑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为了打游戏 那么直接选择带独显的游戏本即可 缺点主要就是笨重一些 一般呢也会贵一些 大部分学生使用电脑的目的呢 肯定是学习和简单娱乐 因此我推荐20R3款的新保本 重量呢大概是在1.5千克左右 手持或者双肩包 带到教室图书馆呢也比较轻松 价格梯度呢也很丰富 不会动辄上万元 一般呢是在4千到6千元左右 这向来也是电脑厂商布局的主流区间 十多年前啊 大学生买笔记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相对而言现如今入手门槛呢 的确是低了很多 这次呢我特意准备了三款 20R3款的新保本 产品定位和价格呢也非常有代表性 分别是联想的ThinkBook 14加 荣耀MagicBook X16 Pro 和华硕的零耀14 那就和大家分析下20R3款的 新保本台的产品力如何 是否能做到轻便和细能真正坚固 先来看一下共性部分 这三台笔记本呢 均搭载了13代英特库人i5 1350IG处理器 采用了EGO设计和英特7制程工艺 拥有四个性能和八个能效盒 最高锐频4.7GHz 内置锐距801U核显 这是一颗45W BIOS CPU 性能释放的要比低压强很多 但是也会更加考验散热水准 那在基础配置方面呢 2023年信代轻薄本都非常给力 三台笔记本均搭载了16G大内存 均有雷电四高速接口 支持PD快充 今年该有的配置都没有缩水 那我们就从售价由低到高一次看一下 第一款是荣耀的MagicBook X16 Pro 售价是4,299元 非常典型的灰色铝合金风格外壳 搭载了16英寸屏幕 分辨率为1920x1200 1TB存储空间支持独立数字键盘 这台笔记本重量为1.75kg 最薄的地方约17.9mm 内置了60瓦时电池 也是三款中最重的笔记本 毕竟屏幕大码 扩展性也不错 拥有双硬盘槽 可以额外再配置一根1TB的固态硬盘 个人感觉这款笔记本非常适合 喜欢大屏幕大存储空间的用户 缺点就是不容易塞到一些小背包里 变显性能要差一些 相同配置的轻薄笔记本 并不是尺寸越大 它又越贵 变显属机反而更有溢价空间 像某些只有1000克左右的高端商务本 一般配置是第二CPU 价格却动辄万元起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款轻薄本 联想ThinkBook 14家 518GB的内存配置售价为5,299元 通过了Intel Evo认证 拥有认证标志的笔记本说明器具备了轻便高性能长续航 超快传输单口和超快换性的特性 外壳是偏深一点的金属灰 线条很有速度感 搭载了14英寸屏幕 分辨率为2880x1800 刷新率为90Hz 屏幕非常不错 重量也仅有1.4000克左右 最薄的地方约15.9毫米 整体尺寸比MagicBook X16 Pro要小上一大圈 变显性显著提升 并且这个屏幕支持180度开盒 打开摊屏太好看了吧 主板配置了双硬盘为 现在固态硬盘的价格比较便宜 如果觉得512G空间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额外插入一根MRR80规格的固态硬盘 以TB的SSD也不贵 这台笔记本虽然小巧 却也塞入了62瓦时的大电池 续航有保障 两侧的接口也极为丰富 除了配置了多个USB-A USB-C接口以外 还额外配备了HDMI 2.1接口 MicroSD读卡器 甚至还内置了一个RJ45网线口 非常硬盒 可以同时外接显示器 键束拓展物等多个外设 想想就非常爽 喜欢全接口的用户 应该很认可这台笔记本的定位 我个人就很喜欢带读卡器的笔记本 像有些旗舰风的本子 恨不得只保留一两个USB-C接口 完全不够用啊 最后一台轻薄本 是价格最贵的华社014 512G硬盘配置 售价为6499元 可能超过了不少学生预计价位 也通过了英特尔Ever认证 外壳风格也是三款中最有设计感的 黑色漆面配上金属拉丝线条 非常有科技风 有简约几何美学 整体尺寸比SYNCBOX14加要略微大上一点 重量约为1.5千克 最薄处约为16.9毫米 小小的机身塞了一块 70瓦时达电池很厉害 屏幕也支持180度开盒 好评 这台笔记本最大亮点是搭载一块参数表现 非常不错的14.5英寸的OID屏幕 分辨率为2880x1800刷新率高达120赫兹 达到了100%低灾P3色域覆盖 支持10bit色深 色准德塔E直能约等雨衣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600nit 显然这台笔记本价格就贵在这块高画质屏幕上 因此这台笔记本非常适合对画面显示质量有要求的学生 譬如绘画、3D建模、影视后期等 在接口方面配置的双雷电四接口非常少见 供电和高速传输可以同时进行 还有一个USB-A接口和HDMI 2.1接口 接口的数量还算比较均衡 感觉左侧可以再多一个USB-A接口 经过简要介绍 大家应该看出这三台笔记本 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大屏幕多接口 屏幕画质 便携性在不同的产品上有所凸显 所以学生档在主流的价格区间 可选的空间非常大 总有一款合序 除了这几款之外 像惠普的战略66代 联想小新Pro14等热门型号也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前面提到这三台轻薄本 使用的都是酷热i5-13500i7处理器 因此理论上性能应该非常接近 但是受限于功耗释放上限 硬盘内存配置以及散热设计的不同 最终性能表现也会有所区别 我们将它们的外接电源做下基准性能测试 看看2023年轻薄本的性能表现 我们先来看看CPUZ单核和多核的性能得分 接着来看看3D班级RR3单核多核的性能得分 再用3DMark看一下2K分辨率下的图形性能表现 这三台笔记本都是酷热处理器核显 图形性能表现肯定不如独显 单跑分数据来看 应对绝大多数软件的图形性能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使三代酷热CPU核显 应对H.R64和H.R65等视频编辑也非常高效 看H.R65编码的4K蓝光电影毫无压力 甚至用Premial进行1080P视频剪辑也不需要代理 直接开剪 最后用CrossMac给三台笔记本做下模拟使用电脑的基准性能测试 经过几轮测试我们可以发现 13代英特尔酷热处理器表现着实不错 很难想象R3年轻薄本的CPU性能 已经差不多赶上2020年 高端桌面CPU的水准了 仅仅三年移动处理器进步这么大 别说日常使用专业软件了 1080P分辨率玩大多数游戏中等画质也会很流畅 早几年毕业的人应该很羡慕 现在的学生可以用上性能这么强的轻薄本吧 轻薄笔记本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有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参数表现 它都是电池续航 通过了英特尔Evo认证的轻薄本 都具有长续航的特点 能够满足日常8-9小时的工作学习需求 前面经过基准测试 英特尔Evo i5-1350 i7处理器 性能的确不错 但变压处理器一般会消耗更多电量 在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 高性能轻薄本是否能满足一整天的移动使用需求呢 我们来做个续航测试 把三台笔记本分辨率 均设为1920×1200 刷新率60赫兹 屏幕亮度调制到65 性能模式均切换到最佳能效 撤掉外接电源 系统均为Windows 11 我们在满天状态下 循环播放一部1080P高期蓝光电影 看看5个小时之后 三台笔记本分别剩下多少电量 在室温于2740度左右的房间里 经过5小时循环播放天空之城之后呢 华硕0114还剩下19%的电量 SyncBook 14家还剩下16%的电量 MagicBook S16 Pro还剩下17%的电量 继续播放至5小时30分钟 三台电脑人在循环播放电影 剩余7-9%的电量 而这些电量还能支持笔记本 在简单模式下再使用一段时间 标压处理器的轻薄本 能实现接近6小时的持续亮屏运行 个人认为这个电量续航 有着较高的使用价值 以我的日常经验来看 很少有人会在一天时间内 持续使用电脑移动办公超过6小时 所以这三台电脑在续航方面都非常合格 加上均支持PD快充 只要一个小好的快充头和USB快充线 就能在很多地方随时快速补电 非常方便 充电二三十分钟 又能继续使用几小时 这次老闪用三台 还被轻薄本进行了实际的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主流价格区间的产品 在性能屏幕续航的表现上都非常不错 能够满足大学生几年的学习和娱乐虚强 在各学科专业软件兼容上 Windows轻薄本要远强于MacBook 在满足个性需求上同样强于MacBook 因此我仍然推荐电脑小白优先考虑Windows兼容电脑 记住Intel的优逆色软件 还可以和安卓或者iPhone手机 进行文件照片的快速传输 让电脑可以更方便的管理移动设备 个人还是选择推荐提交响 便携度更高的轻薄本 接口要适当丰富 USB接口尽量多一些 在速射可以外接一台显示器 键盘鼠标体验不比台式机差 出门拔掉下来带出去也丝毫不累赘 长时间移动续航也没问题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 就挑戴Intel EVO认真外观你喜欢的产品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关于大学生挑选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建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